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小事先就搞得定 尤其这种行径不单在中国 在国外全部都是 为什么呢 即是说中国是一个这样的社会 他们不知道有风险 去澳门廉政公署 刚刚的新闻高指出 涉案的中国大陆博士生 获澳门法学院六取 即是澳门大学法学院六取 之后未能按时提交 能够符合指导教授学院要求的论文开题报告 按校方规定 这个学生未能入学第三年结束前 完成开题报告会被勒令退学的那限期戒门前 这个指导教授在他个人信箱里面 发现自己郑宇该博士生的书本里面 夹着一个红色信封 里面有一搭现金 这个教授随即联系校方行政人员 一同约见这个博士生 有人认证这些现金是其打算给指导教授 过去这个博士生也都曾经入读澳大之后 意图赠予指导教授数千元购物礼券 但是被严证告解和拒绝究竟是比不够啊 还是怎样 这个就真的要问一问 但是这种风气 这个不是单一事例 无论是香港 无论是澳洲 英国 美国 只有中国人的地方 他们习惯就是比风暴 那你说 为什么会是这样 因为中国的国情 如果在大陆不准风暴 是不是不正常 所以我们经常都问 你用大陆的护士 大陆的医生 会不会到时到后你不准风暴 接着 怎么样 你生孩子的连你肛门都逢了 这些时有听闻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中国并不是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 你多爱国都好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 那当然了 源于就是中国 从政者 习惯讲大话 日日毁刚正 我都说了 很简单的 不懂教孩子的 我当时在社会工作 认识到一个政府部门的官员 这样去探他的时候 这头他开门 老爸就跟你说 嗯 我们执政慧民 要清廉的 结果他后门叮当叮当 他是这样教个儿子 接着有人就拿了两支茅台 封封利是一个果栏 接着交给他老婆 接着儿子看着 是啊 真是执政慧民 结果你也都见到 最近 就是早两年就有说 我大过的愿望就是做贪官 接着最近都是 最近有个小朋友 小朋友童然无忌 接着他说 探就这样的了 做事你要付钱的嘛 这个社会风气 是谁教你 喂大哥啊 国家安全 现在中国这么安全 当然了 你付钱就安全了 你也都见到 现在中国啊 罚款滔天 因为他知道他没钱 他就罚你 接着你就走后门 最近 在广州都是 说是怎样的 开始七部电单车 就是电动单车 结果 拿了回去 一部电动单车 两千元 你给三个水 就拿回了 临临种种 什么国民教育 什么国情教育 回去看大湾区 看这些就够了 现在我们 香港人 其实从来就是担心 就是引入这么多的外地劳工 引入这么多的人 分分钟 我们香港 就要沾染这种风气 而最重要的是 臭屎物贯 的方式 你连提供 或者你问一些这样的问题 接着他说你煽动 不要示威抗议 大家坐下谈 但是我揭露你的不堪 揭露你的罪证 接着你跟我坐下谈 澳门 这个不是单一事例 有几多教授 几多忍不住 而最重要的 大陆已经做到的了 就是你要读书 要升班 你要读研究生 麻烦你那些漂亮的女孩子 女学生 脱了件衣服 应酬了先 只不过 这一次在澳大 他本身这位教授 是老教授 可能他不行 力不从心 第二 他不好蓝色 所以 才揭发都不停 但是这种歪风 在中国共产党治下 从来都没有停过 那当然了 你看看官员就知道了 今天就是这个落马 那个就落马 接着全部都权式交易 也都看到 各个的九 就是所谓的九五 这些这样的大学 全部都有特别优惠生 就是怎样呢 而更多的 当然习近平 是小学程度 但是他竟然是清华博士 那你说 要么你就有权 要么你就有钱 拜拜